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介紹我們做的船舶 而我們做的主題是綠能船舶是非使用有的利用 我們這艘船的船身是按照貨櫃船縮小型比例製作 載重量可高達100公斤左右 而船身的流線型也是照貨櫃船真實船底的比例下去防造 我們使用的引擎是二星層割草機引擎 排氣量大約為43CG左右 而使用的燃油為955000汽油加2T機油 在燃油中加入費使用油 而費使用油的比例為2、4、8、10、15% 並測試其油耗和廢氣分析的數據 而經由引擎帶動螺旋槳推進船舶 現在讓我們看看傳動的部分 可惜用油耳機引擎 這二層層是奶超的 兩千喔 兩千喔 九之二鎖式 九之二鎖式 九五UL B2 B4 B8 B10 B15 等 六種燃料 在引擎轉速 2400-6600rpm下支 HC濃度值分佈關係 從圖中可知 各引擎轉速下支 B2 B4 B8 B10 及B15的HC濃度均較 九五UL高 此原因為 廢食用油 甲子生殖燃油 殘火點高出 九五五千汽油 許多的關係 高殘火點意味著 燃油物化不易點燃 或者燃油虛 大量的熱量才能 產生足夠的物化著火 火星塞 若沒成功點燃汽油 壓縮空氣的溫度 也無法使汽油自燃 故利用壓縮空氣使得 高溫點燃生殖 燃油相對比較 會造成燃燒不完全 因此 本研究隨著WOME添加比例的增加 比較不易被點燃 易發生無法完全燃燒現象 HC廢氣排放濃度也就逐漸增加 另外 隨著引擎轉速的增加 HC廢氣排放濃度也逐漸提升 乃因實驗用引擎為二形成引擎 無禁排氣門 禁排氣過程需靠掃氣完成 無法做到確實完全轉速越高 燃燒時間越短 HC排放濃度也隨之增加 無圖九之三所至95UL B2 B4 B8 B10 B15等六種燃油 與各引擎轉速下之CO排放濃度比較圖 95UL含有芳香淨成分較高 使得各轉速下之CO排放濃度較95-5000汽油混合費食用甲子生殖燃油高 此外 費食用甲子生殖燃油含氧量較95UL高 對改善排氣排放有相當大的幫助 故隨著費食用油甲子生殖燃油添加比例的增加 由於各轉速下CO排放濃度逐漸下降 如圖九之四所至為95UL B2 B4 B8 B10 B15等六種燃油 在各引擎轉速下CO2排放濃度較圖 CO2是燃油完全燃燒所生成的產物 燃燒越完全排放濃度越高 B2 B4 B8 B10 B15 至CO2排放濃度均較95UL高 此原因乃費食用油甲子生殖燃油 因16碗值含氧量及動力粘度均較95UL高的關係 如全數表五之一所至高16碗值具有良好的著火性高動力粘度使燃油的貫穿力增加 有助由低於空氣接觸面積增加 又含氧量高有助燃的效果 燃燒效率提升至燃燒更完全 使CO2排放濃度增加 就是用上鍋掌燃的效果 使用上含氧量的效果 使用性能分析